追新聞Youtube會席開了 歡迎加入會員撐起追新聞 多謝大家支持 各位追新聞的大家好 今天已經是4月2日 香港過去幾天就是復活自家的長假期 這段時間 市面上真的比較靜的 所以最引起觸摸的新聞就是 就是大量香港人就往外地走 但是來香港旅行的人就少了很多 所以造成的結果就市面蕭條 特別有一些群組就關注香港那些店舖 倒閉結業的情況 短短時間竟然有十幾萬人加入了 可見情況就令人傷點觸目 也反映了一種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人有部份不但不覺得是危機 還認為這個是香港難以避免的結果 甚至是賓酒相告 先講講香港人大量向外走這個問題 根據剛剛今早看香港入境處公佈的最新初步數字 就說過去四天是有227萬香港人是 離開香港的 這個數字都相當之 相當之誇張 香港700幾萬人 就是說有超過四分之一 是在過去幾天離開了香港的 而來香港這227萬人 據說是有八成是北上的 即是去大灣區 或者去中國大陸的 那就是說這個是延續了過去一年 那個所謂香港人 湧往大灣區 或者深圳消費玩樂的趨勢 不但沒有減慢 而且還似乎越演越烈 我們在電視畫面看到的情況 就是 頭兩天的假期 基本上可以說是迫爆了各個口岸 要打了一瓶大排長龍 那 227萬人來到香港 有八成去大陸 這個已經很誇張了 那你要留意 其實就是說有兩成 就是超過五十萬人 接近五十萬人 四十五萬人 是 去了海外的 那這個也是 我所知有很多去日本 東南亞 甚至有些去歐洲 那 加上所帶走的消費力 所以說是相當驚人的 我們如果簡單做一個 製造 假設這二百幾萬人 別管他是北上還是去海外走 當他每人 平均要花五百元的話 那這裏都涉及超過十一億的消費力 那一般你去旅行 就不只花五百元的 就算你去深圳 那你吃一下東西 買一下東西 那一個人花四五百 其實很閒的 那所以你再 猜大些 你預計他每個人花八百多元的話 那八百多元的話 那這二百幾萬人 在幾天之間帶走的 本土消費力 就超過二十億港元 那也是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那如果你再猜到 去海外那些 肯定都不止 一個人花八百元的話 那我估計今次 有一個假期 香港 被帶走的消費力 或者財富 可能 去到三十 三十億左右 這個都 不會太誇張的了 那在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 比較差 和這個公共財政情況 都比較壞的情況下 三十億 一個可惡龐大的數字 其實 有些人在這個時候 離開香港去 海外旅行 也都 很正常的 就是 其實 也都有人做一些統計 其實 我們現在這個長假期 離開香港的人口數字 跟2019年之前的數字 差不多很遠 因為當年 也都相當多人 會回國內探親 旅遊 去深圳 廣州 那 不過當時 上去的人自然多 但是下來的人也不少 那所以呢 造成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了 但是現在呢 二百多人來香港 來香港的人 大概只有四十多萬 一來一回之間 令到香港的市面 十分之蕭條 有四月一日 二日 連續有多間店舖 是結業 根據一些非正式的統計 他說 過去一個月 就有超過三百間主要的食肆 是結業 那麼很多都是頂不成租金 也都事實上生意額太差 從 很多人在網上發放的圖片 和影片 可以看到 可以是在 六七點這種時間 竟然 時代廣場 有一成這種 以前相當之 人流相當之旺的大商場 可以得小貓三幾隻的 而甚少會不塞車的紅帥 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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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拍到照片 拍到照片 在隧道口 沒有車排隊 在隧道管內 是前面見不到車的 竟然 那這個真是 十分之罕有 證明香港的市面 相當之蕭條 那麼蕭條的原因很多 那麼 令人感到奇怪的 就是香港的 失業率 也都 不是很高 可以說相當之好 香港人普遍的收入 是沒有下跌到的 那麼 為什麼那些錢會 不在香港消費 或者說 香港的市面會 要淡成這樣呢 那麼 那麼這裡當然有 多分別因素 就是 在抗疫期間 以至之前 香港那個 飲食業的擴張情況 相當之嚴重的 就是 也有人做一些統計 其實那個飲食業的店舖 是多了兩倍的 那原因是 因為有大量 自由行的 旅客來香港 搶旺了一個市 其實 當時我們在香港生活 已經充分感覺到 很多人都慢慢改變了 習慣 不去跟他們爭 因為 就是 人太多 而且 有部分旅客的行為 和表現 事實上 都令人很 很不舒服 所以很多人 已經減少了 在假日 出家吃飯 跟他們爭 有他們 有他們 再加上 香港當時的 酒樓食肆 真的不休做 所以 做得相對 相對 相對 可以說 一些就算是大集團 的酒樓 和家人吃飯 這樣說 他可能分兩位 六點半 六點半 七點半 你放一張桌 就限定你吃一個碗鍋 就限定你吃一個碗鍋 然後 也不要緊 有時為了和家人聚會 都要的 但是他可能連 你能夠 叫的菜的款式 都有些限制 你只可以叫他的 指定套餐 只有幾款給你選擇 所以 你已經限定 只有一個多小時 還要 指定一些菜式 服務 也相對 相對 相對 不周到 所以 其實在那個階段 很多人已經開始 減少 在香港的 食肆裡的消費 特別在長假期 只不過 當時有 大量的旅客 掩飾了問題 好了 到了幾年抗疫 無法外出 再加上抗疫之後 中港的情況的轉變 中國經濟的逆轉 那 這種習慣沒有改變 但是已經 成立了的 開了檔的食肆餐廳 繼續需要經營 現在就希望香港人打夠了 但是 當年 很多這些食肆 對香港人的態度 大家知道 有些當然好些 但是 很多都是相當之 相當之差的 那 在這個時候 再加上 香港很多人 在當前那個 政治氣氛 以至社會環境下 覺得 長假期 寧願去海外 或者 就算回大陸都好 離開香港這個鬼地方 出去休息 呼吸空氣 這個很正常 所以 就更加難 留住香港一刻 就算留在香港的 都未必再有很大的動機 去支持這些食店 特別有部分的連鎖食店 在2019年的抗爭運動裡面 採取什麼態度 大家也記在心上 所以選擇性地不會光顧他們 做成的結果 一來一回之間 旅客少了 走的人多了 人的生活習慣變了 食店 以前 曾經 特區政府 是否應該幫忙 派一些晚間消費券 即是叫政府打救 萬間消費券 就叫政府給錢 是甚麼意思 我相信現在 香港政府的財政環境 你便繼續說 我相信政府也有心無力 就算派消費券 給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拿到消費券 也未必會當上食店 如果派一些晚間消費券 指定要幫人吃 然後便影響街市 所以我覺得 這是指標不治本的方法 我過去幾天 因為看到消息 知道很多人在香港 我都留意到過去一年 一年多 相對 去行 很多人都在假期 去了大陸消費 看看數字 事實上 現在長假期來香港的人數 確實是稍微比幾年前多了些 但又不止爆發性地增加 香港總有很多人在假期 會回中國大陸 探朋友 回來消費 或者處理一些個人事務 特別是在長假期 很多來香港生活了 沒有幾多年的新移民 很多都回大陸 我記得在2019年之前 當時天水圍北 有很多屋邨 因為有住了大量來港 時間比較短的新移民 他們的屋邨 譬如舉個例子 農曆新年 可以變得靜陰陰 沒有人 整個公屋邨 沒有了兩三成人 可以 因為長假期帶著子女 回鄉下探親 這樣 所以這也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 只不過現在 至少比獎 上去的人稍微多了 下來的人少了 我這幾天也問香港的朋友 有沒有北上消費 事實上 我所認識的 特別是那些年輕人 基本上 沒有這個興趣的 幾年前我曾經 兩位問一下他們 你認識的朋友 現在 這樣的環境 情況如何 沒有人坐牢 幸好 不過 他們都說 他們都留在香港 那些 基本上都 沒有再續領回回鄉證 因為他們對中國的事 都相當反感 對於過去幾年的事 仍然記在心頭 所以我相信 除了這些年輕人 興趣不大之外 特別是那些 比較進步 支持民主的 年輕人 不會跟他們一起瘋 所謂 就連一般 在過去幾年 曾經支持過民主 參加過各種 社會運動的一些 魔理非 他們就算偶然一次半次 會回去國內都好 就不會像現在 看到那個熱潮 逢家人也會去深圳 吃東西 玩樂 很少的 所以 我得到的初步印象 似乎 其中回大陸的百多萬 這百多萬 北上消費的人 都是那些 港珠式的人物 藍絲 或者以前曾經支持過 特區政府 打壓香港人 沒有所謂 那些人 所以 其實 很多對香港曾經 有個盼望 希望社會進步的人 消費力高那些 或者說 有條件那些 有部份來移民 有部份留在香港的話 其實都有各種的打算 譬如說 有些朋友留在香港 他確實的消費模式 跟以前不同了 因為很多人都想著 今天不知明日是 有些可能想著 存好一些錢 供兒子 將來去海外讀書 避免再被香港那些 洗腦教育讀害 這樣 變成了錢 也會減少了 在香港消費 那大家都寧願 存好一個錢在身 樓價跌 股票跌 也都令到 暴行人 產生一種 財富效應下的心理反應 也減少了消費 那這些因素 令到很多香港人 就算他不離開香港 他都不會 好興奮地 在街上 走去大喝大喝 那樣的 就算需要娛樂的話 他都寧願存好一些錢 一次過去日本 台灣 泰國 這些地方去旅行 要離開香港 休息一下 清新空氣 香港的空氣太灰燭了 那這種心態呢 在我所認識的 香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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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曾經 爭取過民主的那些朋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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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香港人感到疏離 令香港人不得不畏長遠 作出一個籌劃 就算賺到錢 也寧願存起 這種就令財富的流通 貨幣流通減慢 消費力減弱 再加上公共財政出現的嚴重虧損 樓價下跌這些因素 這種財富效應 未來幾年都會繼續影響香港 可以這麼說 趨勢延續的話 香港在未來幾年很難避免 出現一個成本結構的調整 其實已經正在調整 現在的調整首先在於物業價格 租金 大家知道物業價格租金已經下跌了 接著可能一些消費項目 不得不調整他們的價格 調整價格自然後果也會減成本 租金減了 但是員工的薪酬 可能都要減 所以未來幾年 香港會出現另一次 比較深刻而長遠的 所謂成本結構的調整 我預計幾年之內 香港的工人 勞工階層 就算就業不受影響也好 都會面對薪酬下降壓力 特別當消費力減弱的時候 本土消費力慢慢流失的時候 這個壓力就會越來越明顯 這個也都惡性循環 做成結果 跟著下來的人更加不消費 也都沒有錢消費 加上真的有些人移民走了 未來幾年我預計也會陸續有人繼續走 這個移民潮就算現在放慢了腳步 就不代表移民潮已經完結 過去兩年 單是英國 都分別還有五萬多 四萬多人來了英國 所以我相信這個移民潮 仍然都會移軸 我也知道有相當多的朋友 已經準備為他們的子女 尋找海外星惡的機會 而他們所謂海外星惡 就是叫子女去在地 不要回香港了 自己將來怎樣呢 可能再賺幾年錢再算 如果將來便要調整 就走快一點 這個可能性也絕不能排除 所以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 不單止是在長假期的蕭條問題 而是整體消費力下跌 和財富效應造成的後果 再加上政治造成的 一種社會心態的轉變 香港的內部消費前景 是很令人擔心的 香港的GDP 其實是超級半 來自本地消費 本地消費力減弱 必然會令香港的國民產值 都會認升下跌 所以扭不去 就算是暫停了那些所謂的 需求管理措施之後 旺了一輪 都是旺丁不旺的財 樓價沒得怎樣升上去 甚至還要升上去 所以香港現在面對的 因為政治 因為改變了香港的社會條件 而造成的財富效果 是慢慢浮現 這個才是當前最大的問題 在過去幾天 流失了可能二十幾億 十幾三十億的消費力 只是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表現方式 我相信未來幾年 這個趨勢就算有一點舒緩 或者慢慢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去深圳搭車太麻煩 太多人了 而人數沒有今次那麼誇張也好 但是香港本地的營商環境 很難 可以有很深刻的 立軍見證的改變 是很困難的 我希望這個預計是 不准啦 也就最後呼籲一句啦 留在香港的市民 始終都需要生活的 始終都需要吃飯的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小店 有些出賣香港利益的 大家就繼續 不要理它算了 對於政府官員那些呼籲 選數啦 即是 現在的官員哪裏還有呼籲的 對吧 我相信大家也會心裡有數 今天講到這裏 報道不追 知情有加 希望大家訂閱追新聞